张鲜宇嫁给一名军人 制度什么体验 我爱人他是军人 然后他是生活中对于细节 他要求都特别特别的高 比如说他自己每天都要 健身的时候 然后就说 你要不要来做一下这个动作 可以啊 我试一下 然后他就很认真告诉我 这个挺直 这个顿布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好笑 就很认真 觉得蛮可爱的 就这样 我一笑 就说不要嘻嘻哈哈 不要有信念感 你要尊重锻炼 别让你可以 为什么你不可以 来 再来一次 小挺身 我坐下 哇塞 人色哦 训兵才训兵 真的 ,不停 ,不停 不停 我坐下 优优独播